川普与拜登的最后一变 在今天结束 双方各有表现 从发挥上来看 川普活力更猛 拜登发挥稳定 从竞争性来看 明显对川普不公平 比如 上场的煽动情绪插化 带节奏等能力 全都被压制 还出现了川普发言超时 进而直接地被掐卖的情况 相比辩论至深 结合哈里斯与彭斯的 第二场副总统辩论 我观察到两点对话信息 第一是关于贸易战 在总统辩论中 出现了川普被打闷的情况 正当川普在洋洋志德地显摆 美国因贸易战 得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历史 拜登突然冷波丁地来了一句 纳税人的钱不是中国来的钱 川普直接闷了 整个思路被打断 另外哈里斯在彭斯的第二场副总统辩论中 也指出贸易战并未烂制造业 回流美国 并未增加多少就业岗位 相反 贸易战的成本是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而不是中国出口商 这增加了美国人的生活成本 让每个家庭至少多承担了上千美元 这在目前全球糟糕的经济情况下 无疑会让美国家庭雪上加霜 通过上面的信息大致可以判断 如果川普胜出 这贸易战必将持续更加加强 若是拜登单选 这贸易战会减小 当然 对我们来说 打与不打都无所谓 中国经济已经通过了极限测试 后面再打下去 我们根本不怕 第二是关于对华定位 我观察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就是两场副总统的辩论中 主持人都刻意地问到 关于对华定位的问题 即中国对美国来说 是竞争者还是是对头呢 面对这个问题 彭斯与哈里斯都避而不谈 不是打太极 就是雇左右而言他 不正面回答 对于哈里斯来说 拜登执政大体上会延续奥巴马的政策 奥巴马时期 已经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了 有可能 拜登还要对华定位问题 进行研究 目前尚无定论 哈里斯处于谨慎 不回答还可以理解 但川普早已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 彭斯不回答 并且是两次都不回答 这其中只怕就有内位了 很难知道 彭斯到底是怎么想的 会不会是彭斯也预知川普大势已去 没必要再为川普卖命 于是模糊自身表态 不仅是彭斯 包括美、日、印、澳最近狗狗大大 又是世国东京会晤 又是马拉巴尔军演 这种风格就很像是民主党的执政风格 会不会是这些国家也预测拜登会胜出 当然预测归预测 大家谁都不知道结果 这便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一遍 以及我观察到的相关信息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很多人以预测拜登必胜 也有不少人坚信特朗普 必定连论 他们谁胜出 很多人其实都已不关心 因为谁上台都不会对话 太友好 相比川普和拜登 谁能胜出 更多人关心的是 会不会有11月惊奇 美国最后一场 总统候选人辩论 刚刚拉下帷幕 应该说 双方的表现都远超第一场 此前媒体报道 本次辩论的一个亮点在于 谁插话 主持人可以闭慢 不过从现场来看 能在每个议题一开始 回答时不被打断的发言 对拜登并没有明显的帮助 因为当特朗普连续的 传播谣言加消息时 也没有人去打断干扰过 不过特朗普终究 没能得到他想要的 惊天逆撞 一、最后一场辩论的意义 最后一场辩论 本来应该是意义重大的 但今年因为拜登的民调优势 一直稳定 而且已经提前投票的美国民众 超过了2016年提前投票 选民人数的总和 这是在还有12天时间 很多州提前投票 才刚刚开始的情况下 所以很多人觉得拜登 在辩论之前奠定了优势 或许让这场辩论变得意义 并不太大 不过如果具体地看 每个战场州的细节 拜登在威斯康辛和北卡都直笔 当时希拉里对特朗普的优势 多一个点 在德克萨斯的民调 和当时希拉里的差不多 都落后特朗普三个点 而在弗洛里达 拜登目前还不如希拉里当年 希拉里当时民调领先五个点 还输掉了选举 现在拜登只领先特朗普三个点 弗洛里达提前投票 投给拜登和特朗普的比例 是71%对27% 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人当中 有多少是本来不会投票 而现在选择投票的 又有多少人是本来 会在选举率当天排队投票 现在改了个时间提前投票的 如果主要是新选民 那对拜登来说 形势很好 如果主要是 本来就会投票的人提前了行动 那么拜登在这个重要的战场周 可能存在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CNN的民调形势 准备投票 但还未投票的群体 预计会投给拜登和特朗普的比例是 40%对56% 所以最后一场辩论 是拜登想争取这部分 选民的重要机会 他不希望错过 对落后的特朗普来说 他自然也希望能够影响还未投票的那些选民 因为摇摆不定的选民 很多可能都在等 这最后的一场辩论的情况在决定 而特朗普表现优秀 拜登表现的大局观更赚分 特朗普在这场辩论上策略很明确 他向拜登不断指出你是典型的政客 你在奥巴马政府八年都没做成 你现在才来说要做这做那 那时怎么不做 这个问题相当好 但拜登的回答十分惊艳 他说因为共和党当时控制了国会 他这么一说 现场瞬间安静了几秒 连特朗普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国会才是立法部门 拜登不仅做了反手 估计还让不少的摇摆州的选民认识到 除了选票最顶端的竞选很重要 下面所有的从国会到基层的选择都很重要 要实现愿景 不能再在选票上搞平衡了 相当多摇摆州美国选民 他们不少人有个习惯 要搞平衡 有的是不看议题 每次选举换一个档头 有的是在自己的选票上搞平衡 总统选择了一个档 众议员就选另一个档的 参议员选一个档的 州长就选另一个档的 但这种搞平衡 很多时候其实是严重违反 他们自身立意在投票的 拜登一句五个当词的回答 估计点醒了不少这样的选民 而与此同时 特兰普一直沉浸于 蓝州和红州的对比 表示蓝州的疫情比红州的要坏 拜登强调 在健康和经济危机面前 都需要联邦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这种有大局观的表述 让辩论后接受采访的一些声明 表示很得人心 对于特兰普来说 如果共和党手上 已经没有了十月旌旗 十一月旌旗的素材 那这场辩论应该是特兰普翻盘最后的机会 但特兰普并没有获得他想要的效果 虽然他已经很努力 很优秀了 上外交问题并未成为焦点 特兰普的竞选团队经理施特皮恩 在第三场辩论前就到处放话 表示第三场辩论原定的主题是外交 总统先生很期待询问拜登 是否已经向中国共产党妥协 但拜登并不认为事先定下了以外交为主题 因为双方答应的是 由辩论主持人来选择话题 拜登团队认为特兰普团队想聊外交 是想特意地逃避对新冠疫情应对的严重失者 而事实上 这场辩论谈到中国的时间不多 主要是围绕双方的财务关系展开的 且双方似乎都不肯轻易地承诺 对中国更为强硬的政策 所以这可能对中美关系来说 是一个不太坏的信息 辩论已落下为目 而选举并未结束 对中国更为强硬的波动 而在这里面有点反应的 但是不太坏的不太坏 did